演员也是相声演员的基天宇来自台北 失从台湾相声泰斗吴兆男弟子刘曾凯 2016年基天宇来到大陆发展 陆续参加多档节目逐渐被公众熟知 基天宇介绍 他小时候常跟着爷爷听相声 逐渐喜欢上了这门艺术 小学时他参加了青少年相声大赛 并荣获十大小孝心 2008年不顾家人反对 基天宇依然败师学艺 成为一名相声演员 我就一直在想 我到底大学必要做什么 要干什么好 其实本来那时候是想说当演员 但我母亲那时候会对 对这个演员权来说 会有点抗拒 所以我就拐了个弯 相声是我一直都没有放掉的东西 后来我就联络当年的老师刘曾凯 他那时候在台北开了一个 全台唯一的一间相声茶馆 叫大石辣 边念书边到他那边去演 又边玩练回来 直到08年 我师父决定他过40了 要收图 我就被选中了 怀揣着把相声艺术发扬光大的目标 基天宇投身经营剧团 但近年逐渐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经过慎重评估 2016年基天宇决定前往大陆工作 在他看来 大陆文艺市场大得多 环境也更好 他辞演了两部戏 辞掉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工作 只身来到北京 我看到了相声那时候他特别特别多人喜欢 到他开始慢慢慢慢的示威 然后年轻人开始不再重视中华文化 所以那个时候我评估整个市场环境来讲 我就觉得对我要来大陆历历历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整个的环境市场的发展也好 怎么都会比台湾那时候强的多 这么大的中国 这么多外国人都想来中国学习见识 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不回来 我应该我的眼光不是应该只有在报道台湾而已 我是应该放眼全中国 2018年基天宇相继参加多档与原类综艺 很快在大陆相声市场展露头角 也成为德云社首位女相声演员 在参演比赛过程中 基天宇与大陆相声演员们并肩作战 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也感受到了家人一般的温暖 但那时候我就只提了一个要求 就是我希望我的搭档能是大陆的 我记得有一个段子 26稿 真的已经到最后都记差了 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但是有因为跟这一群都是同行的使用点 或者是长辈们在一块 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同时我觉得是教学相长 其实多年以前 基天宇丙致力于两岸相声界的交流互动 如今更想在两岸青年相声演员的交流上 做出成绩 为了提高相声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 他还创办全球第一 且唯一的全女子相声天团 致力于培养女相声演员 创作更多适合女性说 女性听的相声 既然是艺术就没有 女性能不能说不能说的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做一些 更多适合女性说的相声 然后培育更多的女性的从业人员 学校巡演 发现大家的接触能力很高 我们给他设的目标非常大 他是全球第一支 也是史上唯一一支全女子的相声团队 在基天宇兴里 大陆一直是家的存在 他一边感叹着 大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同时也希望积极促成 更多台湾演员来大陆发展 进一步增加两岸民间互信 因为我爷爷从小就是 家里灌输就是 这是你家 然后所以那时候 我第一次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呀我回家了 然后尤其后来 我念的研究所 叫做中国大陆研究所 这是我刻意念的 就是我希望了解 更深的东西 不管是在台湾的年轻人也好 还是大陆年轻人也好 我觉得要加强自己的文化抵御 你才能把属于中国人的故事 传扬出去